今天我來拍我第二支VLOG 好爽喔!每拍一支就換一台車 好,那個不重要 今天是要來拍關於後驅車玩金卡納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我買了一台86 我會覺得86很適合金卡納是因為 第一個,它底盤低,重心低,操控好 再來就是它手剎車很好拉,原廠就很利 很適合讓你去學一些拉手剎車騎甩的一些動作 這台車呢,沒有改什麼啦 就是一些聽的避震器,然後 握塞的卡鉗,加大碟 現在車上裝的是17吋 235、45、17的入行輪胎 它是AK01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很便宜的爛胎 去學一些什麼,騎甩啊,一些基本操控技巧 那當你要進階,需要有速度,要夠快的話 那你就需要一個更好一點的抓地力的輪胎 像我們這種小支組啦 小支組,要有什麼選擇呢 我們當然是想挑一個比較均衡的 能夠有點耐磨,抓地力又不錯 今年的話就是用 入行輪胎,AK01 的耐磨指數200 雖然它魔法指數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我輪胎夠寬 抓地力可以保持一個不錯的水準 這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OK,我們今天到底來這邊要做什麼呢 那其實我想要做的就是 關於後驅車在金卡納甩尾的動作 到底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今天就擺了兩個錐筒 來做個繞八跟定緣 用金卡納的開法 還有飄移的開法 讓你看一下車身動態有什麼不一樣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示範 好累了 好,這個是正常的巴 然後我們來看 如果是飄移的八字 會是怎麼樣操作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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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胎很貴要省一點 好,好像有點慘了 對,慘了 好,我們來示範一個 輕哈的定緣 跟飄移的定緣 是怎麼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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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幹... 不是幹到 是看到我的方向盤 跺腳 就是一直維持在裡面的 然後讓屁股一直去甩 然後讓屁股一直去甩 但是我前輪的循跡性 就是一直往內這樣 正常的定緣 並沒有反胎 就是一直正胎 接下來飄移的定緣 它就必須要反胎 這是不一樣的技巧 OK,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這就是飄移的定緣 好多煙啊 好多煙啊 好 我都大量看一些 全日本金卡納比賽的時候 這些開86啊 開MX5啊 開像Yamalo的Spider 124 他們在一些開法 跟車身動態表現上 是什麼樣的水準 那我當然也從中發現到很多細節 先撇除飄移這件事 不說 我們再講金卡納 甩尾這件事來講好了 甩尾跟你出彎加速 這兩件事情 接得順不順 就會讓你成績有很大的落差 接得順之後 你開始要去練一些路線的攻略 讓你在甩尾滑動的時間是最少 你可以保持最好的加速力道 譬如說這個 右彎迴旋 180度好了 第一個就是那個會甩尾 但是出彎接得有點頓 它會怎麼開 它就可能 到這邊 拉手下車 甩尾 啪啪啪 它是很正常 金卡納開法 轉到這邊的時候 就頓 然後再往前 往前加速 然後 然後比它快一秒半的車手呢 可能路線是一模一樣 一過來如果很貼錘 滑動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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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但是它出彎加速接得很順 每個彎可能差個0.2秒 整個大概 二三十個彎 就差很多了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YAMALO的開法是怎麼樣 同樣這個彎 它有點像是鬼之切入 它路線可能就比較外面一點點 它是很快速斜著進去 之後前面兩個86可能在那邊就騎甩 可是他可能到這邊才騎甩 甩了一下下滑動距離才這一點點 他可能只有一步的滑動距離而已 另外兩個86就可能有兩大步的滑動距離 到這邊之後就開始加速 一氣呵成 那個速度那個節奏之快的 我這樣示範可能不夠精準 直接看影片最快 但有時候的速度再度 速度回復 到達前的快速 快速回復 快速回復 最後一次往下帶 速度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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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度,第四季度! 是否有不良的 , 重量的 又来, 重量的 , 重量的 , 重量的 又來, 重量的 Akuro koc 今天就是來我買了這個車 裝了一條入行輪胎來試一下 這個動態的感覺是怎樣 順便去驗證我看他們這些車手 跟我說想的有一不一樣 新的還不錯啦 大概今天的Vlog我要表達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 記得除了我之外還有維尼叔叔的頻道 一定要訂閱喔 這維尼叔叔我們來看一下 記得他的那個頻道 OK 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等一下我們會不會回不了家 不會不會不會 到這邊就結束了 好上輪胎好上車不好心疼喔 這是我新車耶 歡迎贊助 這個路航輪胎真的還不錯 其實他抓地力齁 跟他的抗磨性齁 就是還蠻均衡的 這都是錢啊 現在擋錢 這都是錢啊 好容易嗎我 我只是要經卡納而已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